来啦客观 第一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近亲交配》 阴气逼人的庄园 国人因为索要柠檬水和主人发生争执 一怒之下 他提服将主人残害 这段故事是血腥剧场的电影 也是德怀特最喜欢的电影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种以血腥取乐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周末 劳教负责人杰夫和凯特 带着德怀特等人 来到地处偏远的莫特克莱小镇 进行社区服务 除了德怀特 其余的同伴分别是 喜欢搞破坏的寸头 喜欢无故纵火的蒂姆 以及沉默寡言的萨姆 德怀特很喜欢看血腥剧场的电影 沿途还和寸头看了一段 但他却不知道 这种恐怖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一行人充满期待地来到这里 殊不知 自己已经在危险的边缘徘徊 在70年代的时候 许多精神病人和残疾人 被关在莫特莱克小镇 他们全都封闭在一个屋子里 自此以后 小镇上出现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镇上的居民基本都是近亲的产物 他们不仅没有感到不耻 反而以此为傲 镇上的居民大多数不是畸形 就是有着严重的智力障碍 并且他们常年与世隔绝 鲜有外来人来到小镇 小镇的天空上总是蒙着一片阴霾 街上也总是空荡荡的 当汽车驶入小镇的那一刻起 诡异的气息扑面而来 街道边的所有房子全都破旧不堪 甚至还有一个极为怪异的小酒馆 空荡荡的小镇一片死寂 毫无人间烟火的气息 就如同一座阴森的鬼城 只可惜众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唯有萨姆和蒂姆注意到路边的异象 一群神情麻木呆滞的孩子呆呆地望着他们 而在那稻田之中 还有几个男人不停殴打着稻草人 汽车缓缓驶入小镇 杰夫按照地图终于找到几人的落脚点 那便是小镇上那栋废弃已久的压木屋 为了能够让众人全身心投入活动 杰夫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 很明显 这次活动并不如大家所愿 当一行人推门而入 房间里满是灰尘的景象 令众人瞬间大跌眼镜 尽管有人并不想住在这里 但当凯特提出只要完成这一切 大家就可以去酒馆消遣的条件时 所有人的小手都动了起来 期间萨姆在桌子上看到一张奇怪的照片 再联想到路上的诡异事件 心中隐隐感觉到不安 夜幕逐渐降临 一行人来到小镇上唯一的小酒馆 刚进去气氛就有些微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 更为奇怪的是 那些人的样貌看起来都极为怪异 直到凯特打了一声招呼后 这诡异的气氛才被打破 老板急忙给几人腾了位置 并提供了当地的特产煎肉皮 鸡肠碌碌的德怀特一把接过 一时间却分辨不出这是什么肉 但耐不住老板的热情 德怀特将肉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怪异的味道一时间令他摸不着头脑 所有人瞬间没了胃口 而令几人更感到疑惑的是 小酒馆里连一杯可乐都没有 老板准备的柠檬水 甚至还和尿液的味道相似 这下顿时扫了几人的兴致 就在这时三个男人抬进来的物品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只可惜他们还没看个清楚 物品就被老板匆忙隐藏起来 似乎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时萨姆无聊的出去抽烟 却不料遭到流氓男的骚扰 他再三回避 但流氓男却如同听不懂人话一般 直到老板出面阻止 流氓男最终才收手 小镇上处处充斥着诡异的气氛 奇怪的事情也是很多 但因为经过一天的忙碌 大家都已经感到身心俱疲 所以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大早 杰夫等人穿上防护服 准备在小镇里好好逛逛 山顶的景色优美 空气也十分新鲜 几人沉醉在秀美的景色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 有人正监视着这一切 没过多久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些废弃的列车 凯特立刻给大家派发任务 他们需要在废弃的列车中 寻找一些值得收回的物品 设计目的是筹集资金 同时掌握必要技能 来适应当今的社会 附近刚好有一个工具仓库 杰夫以借用的名义留下纸条 几人就这样展开了活动 可实际上 德怀特和寸头 从始至终对这个活动都不感兴趣 他们没有按照命令 寻找可回收的物品 反而在这些废弃的列车上 大肆搞破坏 尽管杰夫再三劝阻二人 他们仍旧完全不理会 萨姆和蒂姆相对而言比较积极 凯特也比较放心二人 就在他准备干一些自己的事情时 后面的车厢突然传来异响 凯特连忙上车查看 却只看到男人匆匆离去的背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凯特走到男人先前的座位上 杂乱的书籍和不堪的图画 瞬间映入眼帘 可更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那些性感的女人 竟然被人故意贴图 赫然都是瘦头人身的模样 就在凯特诧异之时 一只雪雕突然出现在他的肩上 瞬间吓得他落荒而逃 而萨姆和蒂姆寻找回收物品时 却发现不远处的木屋 升起滚滚黑烟 蒂姆担心附近的草会引起巨大火灾 所以二人连忙跑过去 准备帮忙灭火 来到现场才发现有人在野炊 可令二人感到不寒而地的是 有人竟然在烤活羊 随后他们发现还有一只带宰的羔羊 于是连忙将其放生 谁知解救生命的成就感不过一时 羊就被一辆及时而来的汽车 撞得支离破碎 萨姆和蒂姆顿时意识到 这些人来者不善 于是连忙去寻找杰夫和凯特 想要立刻回到鸭木屋 结果却先被面容畸形的镇民抓到 而带领他们的头目赫然正是流氓男 流氓男无耻下流 甚至想当中欺负萨姆 好在凯特及时发现二人的行踪 他拿了一个铁锹 将流氓男拍倒在地 并由锋利的边缘抵着他的脖子 面对生命的威胁 流氓男不仅面无巨色 甚至还发出疯狂的笑声 此时杰夫等人匆匆赶到 蒂姆二人控诉流氓男的火烧火动物 谁知流氓男等人听罢 竟然在一旁放肆大笑 那笑声既猖狂又诡异 杰夫一直是这四个青年犯 认入自己的孩子 又怎肯轻易容忍他们受欺负 于是在流氓男等人临走前 杰夫出言警告他们 如果再来招惹这群孩子 他势必会让流氓男等人付出流血的代价 可流氓男哪能忍得了这种挑衅 他折返回去和杰夫对峙 用下流的语言激怒杰夫 杰夫怒气冲冲的驱改三人 却不料在门口突然被绊倒 一块玻璃深深扎入他的大腿之中 鲜血瞬间喷涌如注 众人慌乱的为杰夫止血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流氓男三人 却站在那里疯狂发笑 鲜血不断从大腿流出 杰夫面临生命危险 流氓男等人却选择溜之大吉 无奈己人只能找来推车 费尽全力将杰夫推到小酒馆求助 此时小酒馆里热闹非凡 一个个不休蝙蝠的镇民 正在里面进行着属于他们的狂欢 在老板的带领下 他们唱着那诡异的歌谣 凯特等人冲进来 表示想要借用电话呼叫救护车 老板却称 救护车到这里需要两个小时之久 应该把杰夫放到厨房的大案板上缓缓 无奈众人只能照做 他们向老板控诉流氓男的行为 情绪激动之下 德怀特咒骂镇民们 是近亲产下的布伦之物 这瞬间激起老板的怒气 当凯特等人试图给杰夫缓解疼痛时 没曾想 老板竟然直接举起锋利的菜刀 帮杰夫彻底解决了痛苦的问题 凯特等人吓得连连尖叫 然而老板和镇民们却格外享受 他们可怕的面目显露无遗 最后凯特等人全被关进了地下室里 这时 流氓男带着手下归来 因为他袭击杰夫几人 所以遭到了老板的一顿暴打 其他两个手下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流氓男只能任由老板殴打 直到他的怒意消失后 流氓男才带着颤音 解释到杰夫是自己摔倒的 并且杰夫一行人抢走流氓男的羊 更过分的是 他们还咒骂流氓男 老板听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嘱咐儿子流氓男去通知其他人 开早场演出秀免费入场 并且还有美味的煎肉皮享用 听到这些 流氓男和手下见怪不怪 他们放肆大笑 心中满是对表演秀的期待 看来这个小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事到如今 杰夫已经沦为这民们的盘中餐 凯特等人终于意识到 他们来到了一个如同狼窝般的地方 但一切早已来不及 一行人陷入恐慌的情绪之中 他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 会遭遇这民们怎样的暴行 又有怎样凄惨的死状 凯特焦虑的来回踱步 如果他们现在不想办法逃走 那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众人陷入绝境之时 寸头询问几人有没有锋利的东西 自己也可以尝试翘锁 萨姆颤颤颤颤拿出一个发卡 交给寸头使用 这是几人唯一的希望 也是目前想出的唯一办法 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寸头试图保持冷静开门锁 与此同时 流氓男等人已经清理好厨房的现场 他们正商量着如何分享凯特和萨姆 猥琐的表情异于眼角 这时 抱着血掉的胡子书出现 而他正是凯特在废弃列车上 撞进了那个身影 胡子书表示 自己想要观看今晚的演出秀 可很明显流氓男等人并不欢迎他 在他们看来 静亲结合是平常事 也是很引以为傲的事情 但胡子书却不一样 他更喜欢和动物一起玩耍 所以在静亲常无证明的眼中 胡子书是一个活脱脱的神经病 处理完劫夫的尸体后 流氓男一行人来到地下室 准备挑选其中一个进行第一场表演 不幸的是 寸头恰好被挑中 几人不想分开 可能做的只有无助怒吼 流氓男等人拖着寸头 来到一间昏暗的仓库里 他们拽掉寸头的衣服 并将寸头死死地按在地上 这时 一个嘴外眼鞋的男人走出 他的手脚看起来奇小无比 拿着锤子的手也显得格外吃力 男人用铁拳束缚寸头的四肢 期间锤子总是有意无意地 敲中寸头的骨头 寸头备受疼痛的煎熬 不由得泪流满面 他绝望地求饶呼救 但在这个疯狂的小镇里 谁又能救他出去呢 演出在即 老板在家中准备 他哼唱着熟悉的歌谣 在脸上画下演出的妆容 老板换上一身绅士的装扮 潇洒地走上舞台 观众席人满为患 来的人全都是疯狂的镇民 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 一丝不挂的钢琴师 弹奏起音乐 滑稽的音乐声下 流氓男头戴面具骤然登场 他走向四肢被禁锢的寸头 将两根四肢豆插进寸头的鼻孔 寸头惨叫声连连 下面的掌声也久久未见 欢呼雀跃的声音充斥整个舞台 为了达到表演效果 流氓男拿出裤裆里的胡萝卜 并深深塞进寸头的嘴中 重磅戏开始上演 两个神情呆滞的女人 牵着一匹马儿出现 在他们的引导下 马儿吃掉寸头口中的胡萝卜 饱餐一顿后 女人又拉着马儿在寸头附近转圈 观众们的表情也跟着紧张起来 正所谓马蹄不长眼 马儿有一下眉一下地 踩中寸头的身体 她大声呼救 心里恐惧至极 坚硬的马蹄从身边掠过 寸头的尖叫声一直不断 直到马儿将她的头颅残忍采报 观众们对这个节目的效果十分满意 给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在他们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这民们基本都在观看表演秀 趁无人看守 蒂姆接手寸头的工作 用发卡在疯狂撬锁 此时德怀特也变得异常冷静 她在周围找到一个文件 并把上面的钉子拆下来用来防身 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蒂姆终于将地下室的门打开 她打开门四处观望 发现没有人后 便带着伙伴们一同逃了出去 时至众人刚逃出来 恰巧碰到流氓男归来 因为德怀特手里有书丁 所以她冲在前边 给流氓男重重一击 几人也终于得到空挡逃跑 却不料 出门的时候遇到另一位镇民 她在这里与自己的雕塑伙伴 共识驱从 顺便把守老板家的大门 德怀特落后一步 恰巧被镇民拦住 眼看自己无法逃生 德怀特死死抱着镇民的身体 给伙伴们逃生的时间 她平日里酗酒 时常有下流之举 但这一次她选择了牺牲自己 虽然凯特有心失救 可她又怎会是镇民的对手 现如今他们能做的 只有不辜负德怀特的好意 拼命地往前逃跑 流氓男追出来后 他命令手下将德怀特带回去 绝不能影响父亲举行的表演秀 而凯特三人交给她就可以了 一把枪对付三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足矣 小镇的表演秀继续进行 德怀特成为了 第二场表演的牺牲器 伴随着掌声的响起 老板介绍起第二个节目 长鼻子和她那令人震惊的肮脏大桶 这绝对比第一个节目更加震撼 当老板退场后 德怀特被推向舞台中央 掌声和欢呼声在她听来是如此的刺耳 她惊恐地看向周围 不知迎接自己的到底将是什么 在观众的欢呼声下 长鼻子闪亮登场 为了观众的健康和安全 长鼻子嘱咐他们戴上护物镜 真正的大戏即将上演 长鼻子滑稽地启动着自己的画纷尺头 询问观众 谁想接受一枪的喷射 毫无疑问 那必然是台上的德怀特 长鼻子将粪对准德怀特的嘴巴 恶心的粪便瞬间流进她的胃里 即便呕吐的感觉涌上心头 德怀特也只能发出无助的乌烟声 渐渐的 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脸庞也如同泡水发胀一般 不过多时 德怀特的眼球从眼眶中弹出 她的肚子如同气球般骤然爆炸 恶心的粪便溅满周围 观众的脸上和身上全部都是 在常人看来如此恶心的画面 但观众却显得异常兴奋 看着德怀特智力破碎的尸体 观众席响起振智热烈的掌声 他们为精彩的表演秀欢呼 为这个精美的艺术品欢呼 因为有了德怀特的牺牲 凯特三人得到了逃生的机会 他们拼命逃回压木屋 才要开车逃离此地 可因为过于慌乱 凯特把钥匙遗忘在包中 另一把就在汽车里 他们崩溃至极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这时地母用砖拓砸破车窗 三人成功启动车子 但没走出几步 就遭遇流氓男的拦截 仁慈的凯特不想伤害对方 于是停下了车子 可流氓男怎会轻易放过三人 他持枪连续射击 汽车瞬间被射得千疮百孔 三人恐惧地蜷缩在车里 不敢向上露出分毫 绝望之际 凯特不再心思手软 就在流氓男换子弹的瞬间 他启动车子冲了过去 流氓男来不及反应 剑车的身体 煞腦间变得血肉模糊 车轮无情地碾过他的骨头 面目全非的流氓男命丧当场 凯特强人恶心捡起枪支 便在一台雪泥里 找到了剩余的子弹 正当三人准备推车启动时 胡兹书持枪悄悄出现 他宣告几人的末日到来 说不知 凯特手中也有一把枪 伴随一声枪响 胡兹书瞬间人头落地 而他的尸体也被自己 最喜欢的血雕啃食 流氓男和胡兹书相继死去 老板作为流氓男的父亲 发现他久久未归后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召集一众证明 前去制服三人 疯狂地他们挥动着 手中的枪支和工具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实战表演 却不料 无人驾驶的汽车突然冲来 几个智力不健全地 来不及闪躲当场丧命 对此老板并没有感到惋惜和悲伤 他冷静地分析了现如今的情况 凯特等人没有车子 附近至少有20个陷阱 相信他们一定跑不远 实际上凯特等人并没有逃跑 他们决定返回压木屋寻找手机报警 可手机放在哪里 只有杰夫一人知道 三个人分头寻找 把整栋楼翻了个遍 最后也没有见到手机的踪影 只找到一张能够使用的地图 恐惧的情绪在三人之间蔓延 他们崩溃地翻找屋里的东西 想要尽快找到手机报警 不然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 落入那些魔鬼的手里 最后被折磨致死 凯特崩溃地发泄情绪 等冷静下来后 他决定去骨仓查看 谁知刚准备出门 老板已经带着手下赶到 他一枪击中凯特的手掌 手下们为此欢呼 又开始哼唱起那首熟悉的歌谣 歌声与凯特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 一切都是那么诡异和恐怖 凯特等人犹如待宰的羔羊 蒂姆再也忍受不了 他拿着枪支悄悄躲在门后 对准其中一人的脑袋射去 鲜血四处建设 镇名的脑袋一分为二 这时 老板终于意识到凯特等人不好对付 于是安排手下人前去打探 看到是受伤的凯特后 他瞬间放松警惕 却不料 遭到凯特和蒂姆的偷袭 双方对峙之下 老板一枪射向窗边的萨姆 蒂姆也抠动弯机 镇名就这样与命于枪下 这时 老板终于露出悲伤的神情 带着其他人深痛哀悼 萨姆的脸上被玻璃扎伤 蒂姆温柔的为他清理 他们这对青年人成为了彼此之间的救赎 凯特为了两个年轻人决定牺牲自己 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有多愚蠢 在这附近至少有几十个陷阱 凯特的逃跑在镇名们的眼里 不过又是一场表演秀 老板和镇名们纷纷下注 猜测凯特能够跑多远 不出他们所料 没过多久 凯特的脚被捕售夹夹住 他们又猜测他一只脚能跑多久 为了堵住继续进行 老板命令胖子 前去砍掉凯特的脚 胖子挥动手中的电锯 毫不留情地砍掉了凯特的一只脚 此时凯特的尖叫声犹如伴奏曲 胖子犹如皮脸高举电锯疯狂无动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凯特凭借谨慎的生存意念逃跑 可这一切不过是无用的挣扎 最终他隐命于镇名们的枪下 外面欢呼声不断 屋里的哭声不止 眼看僵持下去不是办法 蒂姆决定自行寻找办法 他来到地下室查看 在一站翻箱稿柜下 发现了油箱和白酒 这可谓是蒂姆的拿手好戏 他决定纵火烧回这群疯狂的镇民 依靠自己多次从火中逃生的精力逃跑 萨姆则躲在一楼先行逃离 老板带着镇民们进入地下室后 发现蒂姆拿着引火的东西后 他们竟然面无巨色 事到如今 蒂姆还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他颤抖着点燃纸张 却发现怎么也引不着 直至老板说出事实的真相 蒂姆才明白 原来自己手中拿的根本不是酒 而是致民自产的尿液 他害怕的蜷缩在角落里 只能任由老板和致民们举起武器 伴随蒂姆的声声残叫 他的生命也停留在了这个周末 此时萨姆正奔跑于草地之上 他时不时回望 却始终没有发现蒂姆的身影 反倒是看到了老板和致民们的身影 他们没有追逐萨姆 而是像看表演一样开始吓赌注 而萨姆烈烈切切地逃跑时 猛然驻足间才发现自己踩到地雷 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却不料那只雪雕再次出现 他悄悄爬进萨姆的裤管里 骚痒男人之下 萨姆不由自主地挪动步子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下 他的身体瞬间炸得智力破碎 夕阳照耀在草地上 老板和正名妹的狂欢和表演秀就此结束 只要由外人来到小镇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每一场表演秀都是专属小镇和参演死者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让火人带着离开 本篇前面气氛营造十分到位 小镇四处都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以前半步来论 真的算是看过可怕的虐杀片中不错的 独特诡异的英国小镇 疯狂嗜血的问题证明 与血腥取乐 却又怀疾而诡异的剧场表演秀 配上灰蒙阴暗的色彩 成功令观众陷入恐惧之中 影片中的电剧以及杀人方式 有些像《2001个疯子》 和《绝命人口436》等电影 但在融入进行结合这么一个前提后 畸形怪状的证明 作为杀人魔的角色 又有点致命弯道的即视感 好了 小镜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镜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镜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镜矜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